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南海文昌发射基地腾云而起 直入长空 约489秒后 载荷组合体与火箭成功分离 进入预定轨道 事物圆满完成 这标志着我国第三阶段在人航天工程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网上一片沸腾 各地网友纷纷发来贺点 这次发射 在经历了三月份与四月份连接经历两次因材料问题导致火箭发射失利后 中国航天团队兼胜的压力可想而知 判武必发射平台上悬挂着的书写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的二十字标与横幅 是要一扫一埋为中国航天证明 今年4月24日是第五个中国航天日 也是长征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五十周年纪念日 五十年弹指立挥间 中国航天事业有成功的喜悦 也有失败的泪水 成长经历本身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判武必发射成功 为中国空间站轨道建造任务奠定了重要的接触 它是在2月5日运达南海文昌基地 与空间站核心舱出样产品进行发射场合链 以检验空间站舱段发射流程 那时正值2020年初 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连基地食堂都是空荡荡的 发射团队的成员们 一日三餐必须带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吃 按照规划 2020年长征五号系列火箭将执行三次发射任务 为中国人探索浩瀚星空再天星宫 然而太空并不是一片纯科技的净土 因为美国早就霸权一时延伸到太空领域 中国航天事业每前进一步 就像在美国心头又扎了一根针 而且扎得越来越深 2018年6月18日 特朗普在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表示过 美国在太空仅仅存在的是不够的 美国必须在太空拥有主宰的地位 这跟中国人的太空合作思维完全不同 美国永远是从霸权主义出发 它不仅要在陆地、海洋、天空 而且还要在太空拥有绝对优势 胖武币去运抵海南 美国就屡屡偷窥 上个月美军电子侦察机也想尽可能地接近这里 居心叵测 同时美国在舆论上也极力炒作 太空威胁论 美国著名网络安全公司塞门铁克提出过太空珍珠感观点 称将来某一天 某大国会突然从太空给予美国致命遗迹 假定时间在2031年12月7日凌晨 这种匪夷所思的怪论并不是现在才有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流行一时 那时魔鬼是轻面獠牙的苏联 现在太空威胁论落到了野心勃勃的中国头上 2019年8月29日 特朗普宣布美国太空司令部正式成立 下辖87个单位 盛命四星上将约翰·雷蒙德为司令部司令 接下来就是要将太空军事化 实现美国在太空拥有主宰地位 美国能破坏地球上的置信 同样也会破坏太空秩序 它不会将中国当成太空合作者 而认定为中国是威胁者 神类如何利用太空 各国早就达成过共识 遵从两个原则 一 自由空间 二 和平利用 联合国大会在1966年就通过了 外层空间条约 美国也是签字国之一 健康的太空探索 各国应该既是有合作又有竞争 在技术上你追我赶 远的不说 在这两年中 马斯克的列印9号将60颗新链卫星送上太空 俄罗斯将智能机器人用联盟号飞船送入空间站 日本HRA运载火箭成为国际空间站指定的货运火箭 以色列也发射了自己的登月器 连印度也跃跃欲试想要登月 但美国政府提出主宰地位 显然是与两大原则相悖 这就是美国的契约精神 自由意志 如何让大家相信美国是太空合法主宰者呢 让美国太空军的太空军事计划具有合理性呢 在陆地 海洋 天空 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发展 还能以捍卫民主为幌子拉拢小弟跟他折腾 那么外太空怎么办 美国要给外星人送民主 因此 美国得换个套路 必须在舆论上制造出一个可怕的太空敌人 这样他为捍卫太空这个理由才能成立 美国对中国太空领域的技术进步 为何感到如此焦虑 往事军力能遍布全球 除了雄厚的残力外 还有无人可比的卫星系统 没有这些卫星 王师指挥和作战能力 就无法压倒其他国家军队 美国全天候通信 监督 侦察和精确制导武器系统 都离不开卫星 强大的卫星系统 是保障美国在太空领先 他国的核心领域 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则 这也是中国军事战略中 必须迎头赶上的领域 落后就要挨打 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教训 但美国最烦的就是这种事 你居然有反击能力 这样就很不民主了 中国的太空计划 是为了人类和平发展 但美国不这么看 我们的太空行动 被西方媒体 卸任成了群军事计划 美国则说自己的太空计划 由非军事机构 航空航天局领导 没有军事色彩 他们才是人类和平的 真正的保护神 早在神武首次上天时 白宫就将中国的空间项目 视为威胁 每一次发射都成为一次威胁 中国载人航天计划 是一个正在崛起的 大国必须做的事情 然而 它并不受美国欢迎 当初不带我们玩 排挤我们的人 现在跟话圈圈 主奏是同一波人 美国已经将中国的 航天事业发展上升到 威胁美国安全的高度 也不准欧盟盟友这样做 去年10月份的第70届国际宇航大会 美国居然还利用东道主地位 卡住了中国的代表团签证 导致开幕式上没有中国代表 会场一片哗然 一个超级大国手段如此不做 从另外一个侧面 美国对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深深敌印 太空竞争 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比拼 它应当是有秩序有规矩进行 但美国正在不断破坏 已有的秩序和规则 星球大战 算是上个世纪的事情 然而它并不遥远 卡签证那只是小把戏 那只是恶心你 暗示中国航天技术不行 美国要急眼了 什么招都能用得出来 胖舞逼成功地完成任务 中国航天人将来还会 一步一步地踏踏实实前进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但也别忘记看着脚下的路 任何时候都不要低估 美国的作恶能力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们 在我面前发抖吧 让他们去说我们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 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 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实际上 中国会选择建造属于 自己的空间站 都要感谢美国当初一声拒绝 当初美国主导建设国际空间站时 邀请了许多国家 最终确定美国 俄罗斯 日本 加拿大 英国等16个国家 共同参与国际空间站建设 而如今 中国空间站却引得多国纷纷倒戈 目前的国际空间站 始于1998年开始建造 时至今日 已经运行了8000多天了 将在2024年到期 而美国目前迟迟没有新的空间站计划 而我国主导建设的天关空间站 计划于2020年前后投入使用 在国际空间站前后到期的时候 我国的天宫空间站成为 唯一的一个国际空间站 据悉 中国空间站建设之中 曾有60多个国家请求参与 在前段时间公布的名单中 已经有17个国家 合作参与天宫空间站设计 从两份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 此前与美国在国际空间站项目的 15个合作伙伴中 已经有9个国家都倒戈中国 这说明大多数国家还是情有眼光的 当初国际空间站建设之际 美国用一个冠面堂皇的理由 将我国拒之门外 俄罗斯作为重要建设成员之一 想要邀请中国访问国际空间站 结果仍遭美国的拒绝 如今各国纷纷倒戈 尤其是俄罗斯率先宣布不参加国际空间站建设 而选择加入中国空间站计划 不知道美国有没有后悔呢 而最令美国人感到头疼的是 美国由于自身原因 在中国空间站合作申请中落选 这样一来 等到国际空间站落幕 美国将沦落到无空间站可用的地步 此次 中国空间站任务开门红 将给后续空间核心舱 实验舱 发射等任务奠定下坚实的接触 未来 一座由我国主导 多国参与建设的天宫空间站 将取代旧的国际空间站 这一天已经不再遥远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